再來看臺北市長柯文哲昨天首度松口 大巨蛋有機會在任內完工 大巨蛋昨天下午第七度都省會議闖關 經過三個多小時討論 遠雄表示願意接受北市府提出的解決方案 大巨蛋的防災模擬修正通過 大巨蛋第七次都省會依舊炮聲濃濃 台北市長柯文哲十四號在議會備訓時 首度松口大巨蛋有機會在任內完工 大巨蛋都省會再闖關 就聚焦在遠雄先前提出的防災避難電腦模擬 在最差情境下發生跑不動的情況 每個人的法律時間都很長 每個人都不耐煩 階段的話 可能要避難十分就會 如果大家會互相衝突 我們實際上會建議大巨蛋 依摩尼的請進落實分區的避難 那實際上要分區避難才會避難的速度 會加快 北市府針對大巨蛋 園區的避難擁篩點 建議將部分一樓作為半戶外空間 但遭到在場環團及居民代表痛批 甚至有前聯政委員認為 全案根本違法 質疑北市府為何還能再審下去 至於大巨蛋附近光復國小的家長會代表 也認為大巨蛋屋頂的光害 已經影響學生的就學權益 但北市府卻完全沒有處理 而一路關心全案的當地里長 也通逼北市府的溝通沒有誠意 要求不要在避難疏散上放水 讓民眾陷於公安危險 整場都審會炮聲不斷 記得陳嘉欣 張子佳 台北報導